我感到討厭 被邀請了 被證明 市長在自己頻道上 拍影片分享名車或精品名表 只是19號晚上卻突然開嗆 瑞士知名品牌手錶AP 把它列為拒絕往來戶 就連品牌活動也被取消 我已經過了兩年 我並不認為我們會有 這次牽扯的爭議 就是這支全球限量萬表 品牌方不滿 手錶本來都註冊在王陽明名下 不懂為何突然換主人 又因為多年前 王陽明無常在節目上 轉發好友賣表資訊 正巧也是AP的表款 品牌方認為王陽明 藉此轉賣圖利 一連串行為 直接將他列為黑名單 專業人士分析表彈本來就有潛規則 轉賣限量表示品牌方的大忌 關鍵原因出在這 你買他的表 你是熱愛他們家的品牌 不是買他們表來操作來磨砵 寫完你的基本資料的同時 他就把你key單 key進去他的電腦裡面 如果突然賣了 他們一定會知道 當時買的人是誰 實際致電AP總公司解稿前 尚未得到回應 只是各大明表品牌 幾乎都不樂見 銷售群轉賣或圖利 目的是為求鞏固銷售市場 王陽明這回成了AP永久黑名單 但他也強調花錢操之在擠 任何品牌都不該掌控他的權利 您好 這是銘表市場裡面 比較強秀的集中款式 推薦給您 銘表一字排開 總價值突破百萬 愛表人士趨之若鶴 要的就是 銘表上手成了奢華象徵 但要想將這份奢華納入收藏 不只得口袋構深 銘表界的潛規則也得遵守 你今天要買這個表 你喜歡的日本的表款 你就必須要去多消費一些 就是等於說你多做一些業績啦 那這樣他就會把 優先的把那個表賣給你 銘表買賣存在配表文化 尤其這門款式搶破頭 要想先一步購買 還得自掏腰包 先買其他品牌手表 甚至還有積分制 這個積分的制度就是說 當你買一些 他們比較賣不出去的手表 然後達到一定的積分 那就可以買這些流行款式的手表 行家透露要想達到積分 多買一到十支配表的人 都大有人在 但這些配表 通常都是銷售不佳的款式 事後想拋售 還得銷價出售 你賣給中表行 中表再賣出去的話 那可能是中表跟你收六折 中表行可能賣出去賣七折 因為配表原本就是 大家不認可的款式 儘管各大廠牌 明文禁止配表文化 但收藏家們 依舊趨之若悟 為了明表買配表 早已是業界公開的秘密 三星為劉安靜有陶 台北報導